好,麻煩你這裡,這裡 好,Sami這裡,謝謝 Hello,Sami Hello 你上次說,明年7月開場之後 反應都很好 真的很多人都想跳票 對啊,朋友、同事 去做臉書的朋友都開始訂票 感謝大家這麼支持 已經佔我同一身比大了 有些人可能沒看報紙 就未知我明年7月開 今天再講一下 拿到明年7月會洪館開演唱會 訂票請早 有沒有人可以透露會分 我暫時未知 不過那天約了唱片公司的同事談 心裏面大概有個數 但是現在不宣佈 因為還有很長時間 我想打破一下自己的記憶 我從來沒有這個心態 我覺得這麼多好像越開越少 可能可以開17場 我開13場 我從來沒有要追過數 因為我每場都要吐出所有力 還有有出碟 我覺得看碟都是一樣東西 所以我沒有特別要追數 你會不會唱三場到一場 還是什麼聲音會有什麼 都會 可能未必三場休一場 可能四、五場休一場 休就一定要休的 我覺得一個體力 你知道我一爆發完很累 所以都是要這樣 所以拿個紅管器就要長一點 之前你和馮德倫那部電影 報到香港都會上 是嗎 我都不知道 是啊 是啊 OK 其實那個只是 我和馮德倫 只是參與了電影裡面其中一個短篇 只是一個30分鐘的短篇 整套戲不是我和他揹飛的 有很多不同的演員 所以喜歡看短篇的朋友 就可以去看這部電影 不過我特別多謝 張艾嘉姐姐 她給我這個機會去演出 雖然只是短短三十分鐘 我只是其中一個故事 主任中 但是我都很喜歡這個故事 很盡力去演 因為就好像 我之前在IG上投過 我自己經常覺得 要 喜劇轉型做一個 不是喜劇轉型 其實這條路真是 走得很不容易 但是 我都很珍惜這個機會 就算只有30分鐘的演出 我都很盡力去做 剛才她也有唱歌 她有幫你唱一段 是的 那立刻被人問 是否要出來唱歌 你有沒有幫忙叫她出來唱歌 我猜她興趣不大 我覺得她喜歡拍電影和做導演多些 或者筹劃一部電影多些 如果她去唱歌 一早都會唱 而且她只參與兩三個月 都說很緊張在工作室 她說幾十年沒有唱歌 很緊張 我想她應該有興趣不大 但她也會和你一起合唱 會不會演唱會 到時候都可能有她份呢 都可以的 因為 都可以的 問一下 等她練歌才會這麼緊張 兩個月都說腳震震 上台可能她腳都暈懷 如果她邀請我 我當然會首考慮 因為 認識了這麼多年 和她是有點情意結的 當時大家都出道不久 大家拍了幾套百分百的感覺 其實很多東西適於美時的感覺 感覺很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她這次有需要用到我 只要發聲我一定會幫忙的 今天第一次見到Semi 我很開心 哈哈 還有我媽媽的偶長 我一會兒試試看 可不可以叫她錄一段 和我媽媽打招呼 沒有都不緊張 媽媽你聽到你的問題嗎 我們都喜歡 我們都喜歡 她都維持得非常之好 很想以她為目標 她的人很積極 我經常都看她的IG 看她吃東西的那些片 我就覺得很開心 為什麼她可以每天都這麼開心 我私底下都有自己膽粗 我每天都在做運動 我問她做運動的習慣 她都很好回覆我 告訴我她開工之前 都會簡單做運動 或者她總之每天都保持這個習慣 某程度上 我有些做運動的習慣 都是inspired by Semi 你現在又為了金馬女貝 很厲害 很厲害 你作為金像獎的女貝 有沒有什麼心質教導她 或者是否很力撐 力撐 當然力撐 那我 說真的 每一個演員 對於每一個獎項 無論是哪裡都好 都會覺得是一個感恩的事 叫她放鬆心情 對 你會選擇自己的 我覺得她有自己的想法 對 但無論是她穿什麼都好 穿什麼都漂亮